客廳 客廳這件作品包含了展覽跟表演兩個部分 其實整個作品很大的一部分 是圍繞在人跟機器的關係 然後以及討論人工智能的進展 在展覽的部分 觀眾可以看到會有一個大的投影 然後跟一個小的投影的畫面 大的投影的畫面 會是由人工智慧所計算出來的客廳的畫面 小的投影的畫面 就是它會有一個吸氣人 然後會去照相現在在這個展場中的觀眾 他會把觀眾的一些特徵 把它顯示出來在這個小的投影畫面中 然後並且透過一個人工智慧的計算 他會把大的投影的客廳的畫面 自動計算成最適合偵測到觀眾的客廳的畫面 然後展場的燈光跟展場的聲音 也都會隨著辨識到的觀眾有所改變 表演的部分其實大家可以放鬆一下 感受機器跟人的共舞的狀態 在表演的有些段落裡面呢 會用人工智能去觀看另外一個人工智能 所生產出來的內容 另外一部分當然是它會有一些哲學方面的思辨 它也提供了一扇關於機器跟人的共存 以及機器中介社會的想像 我認為在未來人跟機器的方向會越來越緊密 數位化的生活它是越來越不可逆的 既然人跟機器它們的方向會越來越近的話 那會產生一些有趣的想像 比如說關於人類對於超人的一些想像 因為在古代一些神話故事 它們可能會把人跟動物混合在一起 比如說如果人有長翅膀的話它就可以飛起來 但是如果未來人跟機器是越來越靠近的話 那也許人可以藉由機器的方式讓它合體 然後達到一個超人的形式 這個是其中一個我覺得有可能的方向 然後另外一個可能是像是駭客任務中 人可能會越來越多沉浸在一個虛擬的世界中 跟現實世界它可能會有一些區隔 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意義 我客廳這件作品是一個科技藝術的跨領域作品 那歡迎大家一同來突突聽 跟我們一起勾勒對於未來的想像 我們先知道